市長想問一下你今天怎麼會比中止 拜託 你們都實在真壞 我只一隻手拿著 一隻手把他撐著 你們就跟他 市長 要不要接蔣安安的顧問 那是永久顧問 永久顧問 要接嗎 永久保固 市長你剛剛講那個燜鍋飯的那一段 為什麼一直笑 因為我不會煮飯 我覺得實在是大好笑 市長你剛剛看到那個人是太慢了嗎 因為你2014年的時候 你當選隔天就公布了第一個副市長 會不會覺得蔣安安安人事公布的太慢 他那個比例不是嗎 我會覺得誰怎麼會想出那個 會不會擔心飯燒焦啊 會不會擔心他這樣子飯悶太久會燒焦 會被稀飯 市長 民進黨要休閒會才會變很急 市長想問一下你今天怎麼會比中止 拜託 你們都塞得真壞 我只一隻手拿著 一隻手把他撐著 市長要接蔣安安的顧問 市長你剛剛接蔣安安的顧問 永久顧問 要接嗎 永久保固 市長你剛剛講那個燜鍋飯的那一段 為什麼一直笑 因為我不會煮飯 我覺得實在是太好笑 市長你剛剛看到那個人事太慢了嗎 因為你2014年的時候 你當選隔天就公布了第一個副市長 會不會覺得蔣安安安人事公布的太慢 他那個比例不是嗎 我會覺得誰怎麼會想出那個 會不會擔心飯燒焦啊 會不會擔心他這樣子飯悶太久會燒焦 會被稀飯 這個民進黨要修盤可以操控 你覺得有信心嗎 等一下正面的時候你們再採訪 先讓市長好走 小姐先讓市長好走 他是政府的人啦 市長要跟黃深山搭配2024嗎 唉唷你們是不是沒有其他題目可以問問 這邊想請教一下兩位市長 就是就今天的交接會議 兩位有沒有做成什麼樣的決議 這個跟之前講過一樣 交接分府籍的交接跟局的交接 那府籍的交接我們只有24案 只要他指定每一個案子他們誰要當PM 我們就給對針對PM來做專案報告 至於府籍的那個局處的那個交接的話 我們會排schedule 這個由彭副市長負責schedule 這樣就解決掉了 接下來 那我補充一下 所以就如同柯長講的 我們其實今天剛剛談得很順利 我們也都有共識 就是接下來我們交接都是指定一個PM 那市府是由彭副市長 我這裡有林憶華委員 對接之後 我們針對兩塊府籍的重大交接事項 我們就會有PM來對接 那後續透過專案簡報的方式 來進行說明 那各局處相關的業務 我們就局對局 處對處 然後指定人選來進行交接 好接下來第二題 林氏的秀儀 是 那想請教一下蔣市長 就是大家也都很關心說蔣市府 內閣團隊的名單 是不是已經有初步的討論 那今天因為一華委員 也有陪統領來交接 那他有被點名是副市長的人選 那還有另外黎四川 然後王浩還有歐靖德 也都是浮上檯面 那是不是已經有相關的定案 那一華委員是不是也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是對內閣名單有哪些想法 市府的內閣成員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齒輪 環環相扣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個徵詢過程當中 我們也都非常的慎重 我也相信市民朋友 希望未來市政的推動 能夠讓市民有感 有效率 也希望我們在領選人才上面能夠謹慎 在組建內閣人士的部分也能夠慎重 那我一直強調我用人的原則 就是專業品格用人為才 我也會持續堅持這樣的原則 在整個徵詢作業進行當中 我們廣大人才 那當然一定會在適當的時機 確定之後 向大家做一個很完整的說明 接下來東森葉婷 想請教一下蔣萬市長 就是之前有說過優秀人才會繼續續用 那現在有傳出說交通局長 都發局公務局長會留任 那柯市府這邊有沒有 就是柯市長有沒有推薦人選 那蔣市長這邊的看法怎麼樣 謝謝 我想我們在 在徵詢人才作業當中 我們都盡量的爭取各方的 聽取各方意見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好的人才 我們都盡力去爭取 他不管是在各縣市 在地方在中央 在哪一個崗位 我們都會急易的去徵詢 去了解 那我們都希望未來市府內閣的成員 大家能夠共同組建一個 連能有效率服務型的政府 未來在市政推動上面 不只要有效率 讓市民有感 同時也要有溫度 有同理心 柯市長這邊有沒有做回應 這個以前就問過了 我說對我來講 我一定是說每個局長都很優秀 當然是要看他們各的意願 好 接下來台市的鼠牆 好 請問一下目前的兩位市長 針對現在柯市長留下的市政難題 我可能針對有兩個細項來 請問兩位市長 首先是包括像24項的這個 剛剛普及討論的部分 把大巨蛋列為第一項 那想請問兩位市長怎麼解決 那蔣市長有沒有希望 大巨蛋能夠在什麼時候 來正式開幕 第二個部分是24項裡面 其實沒有特別看到 之前市長特別提到 下任市長要特別小心 就是櫻圖的前坑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沒有列進去 那柯市長自己有沒有來針對 蔣市長有一些建議 那蔣市長有沒有想到 要怎麼來解決這個難題 櫻圖有啊 櫻圖在第16項 文化工程 這裡面這裡面有 這個市長我在議會已經講很清楚了 這個 其實他多少錢我是沒意見的 就是 你要嘛就一次變足 就不要再搞追加預算 所以大巨蛋 這個就要考驗新市長的智慧了 關於大巨蛋的問題 其實之前我也都有強調 一定是在確保安全第一 然後相關工程安全的品質 要用嚴格的標準來審視 那當然我會記得跟中央來溝通協調 因為目前中央內院部也已經通過了消防審查 那接下來就是相關的建造機制換發 那市府有預估 如果六月開始是營運 然後九月其實最快就可以正式啟用 我也會積極地落實我的承諾 上任之後一年內 讓大巨蛋能夠完工啟用 然後複合實名的期待 讓他成為一個運動 可以舉辦棒球賽事的場地 不是不要追加預算 要嘛就一次講清楚 你到底要多少要講清楚 因為我看目前那個設計圖應該 就是你設計圖 你說要多少錢就講多少錢 明明那個設計圖就是那個錢蓋不出來的 所以像櫻圖這個案子 其實市長和市府團隊 我想接下來我們在交接過程 也會透過專案的簡報 我們來實際瞭解狀況 也會提起市府現在處理的進度跟狀況 我們一定會做一個妥善的營運跟準備 下一題T台品儀 想先請問一下 蔣市長這邊 因為想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之前柯市長有說如果認 他沒有確認的話 在交接上面會可能會比較有難度 那想請問一下您的就是 小內閣的團隊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底定人事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剛才有說 柯市長會是您未來的市政顧問 請問是有正式的提出這個邀請嗎 那想請問一下兩位這個 對於顧問這個部分 是不是事先有溝通過 那另外還想要問一下柯市長這邊 跨年晚會有確定會跟蔣市長這邊一起來過嗎 先回答比較容易回答問題 我跟你講喔 我每年跨年晚會 不是在家裡讀書 就在家裡睡覺 我不是當市長根本就不會來 那只是我兒子才來參加 我怎麼會來參加那個 所以儘量不要找我 所以柯市長絕對是我在市政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顧問 他過去八年的經驗 絕對是對於未來我的團隊 我們在推動市政上面非常重要的助力 藉由他過去的經驗所提供的一些建議 還有他過去所面臨到問題如何解決 我想這些都絕對非常值得我來參考 所以非常希望柯市長可以加入我市政上面 永久的顧問 不好意思沒有答到就是說 這個小內閣的人士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底定 其實如果大家有煮飯的經驗 這當中不能把鍋蓋一直掀開 一定是飯要煮好 甚至要等久一點 再把鍋蓋掀開飯才會香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開放最後的兩題 中天的陳軒 想請問兩位市長 就是怎麼看現在民進黨的黑金爭議不斷 那黃成果也多次被點名 怎麼看這樣的黑文化介入政治呢 奇怪 你為什麼老是問我們民進黨的問題 你該去問民進黨民進黨的問題 因為你過去跟民進黨很熟啊 那你為什麼不五年前問我 但因為現在這個事情一直發生 還是希望柯市長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下 算了算了 人家說不要問我不想回答的問題好不好 接下來中市的 我想民進黨現在面對各方黑金的質疑 其實他們無力反駁 那也只是一再的狡辯回避 我想民眾其實都看在眼裡 好 最後一題 中市逸選 想請問兩位市長怎麼看說最近這個論文案鬧得沸沸揚揚 會不會覺得台大這樣一個最高學府被政治搞成這樣會蠻難堪的 另外就成民同有一百多位學生 他的論文是不是也應該要被查嗎 回答這一題我不是用台北市長也不是政治人物的立場回答 我是純粹用台灣大學教授的立場來回答 其實我從頭到尾態度都很清楚 同一個老師的這麼多學生抄襲 你說這是誰的問題 這是老師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整個學院的那個peer review system 失靈 這才是我們台灣大學要去檢討的 所以台灣大學要面對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整個台灣大學 不管是大學或者是學院 那個同儕審查的系統 或同儕審查系統會失靈 這才是我們要去檢討 這是高等教育的危機 我想最基本的態度 學術人也絕對不容政治的侵犯 我們當然尊重台大他審查的結果 但同樣 學校也應該要去審卓 在學位頒發的過程當中 這審查制度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 甚至是這當中包括指導教授 在審查然後最後頒發學位 當中有沒有任何的缺失 其實都應該好好的來檢討 以維護學術的倫理 以及維護學術的品質 好今天的媒體聯訪就到這邊 那謝謝雙方代表充分的討論 中平社引起想要再提問說 關於柯市長他任內有這個 上海台北的雙城論壇 他現在因為有白紙革命的事情 那蔣市長之後的任內 還會再舉辦延續這個雙城論壇嗎 不管是雙城論壇 或者是台北和其他國際之間 城市的交流 我認為其實都應該要有實質 有意義的持續交流下去 才能讓城市之間互相的學習 彼此進步 我想這個符合市民的期待